现在在我后面的就是东门潮州小食街 这条小食街在文华楼这条行直接走进去就会见到 我现在就和大家进去看看这条行有什么好东西 这条完全不起眼 甚至可以说你在大街走过都不会留意到的潮汕小食街 正确点说其实这里只是一条几十米长的小巷 但是在这么短的一条行里面 已经找到很多好地道的潮州野食 好像是一些鸡 在潮州很流行的甘草水果和其他特色的小食 而整条行最出名的就是现在卖糯米池 卖到戒指韩文的小食店 但这次我们就试了这里的甜汤 也就是我们叫开的糖水 那这碗呢 这碗呢 这碗呢 我们刚才叫做 叫做什么呢 淮山二米 是的 淮山二米 是的 裡面呢 除了有淮山二米之外呢 还有些雪耳和白果在里面 那它的味道呢 不是一般甜汤那么甜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正宗的口味 起码呢 就不会说甜到甜的东西 漏了那只 好了 那走完潮州街之后呢 那今天就肯定是这个潮州之夜 那今晚不如吃 又是吃老鹅吧 不如找一间好一点的老鹅吃 可以吗 Catman 可以吃老鹅啊 海鲜可以吗 海鲜好贵啊 海鲜很贵啊 海鲜的东西 封箭尤人的 哇 你吃家就是吃家 出来跑惯 OK 那我们现在就Let's go 去找 好 终于呢 就给我们找到一间 专食这个粥底火鍋 和食海鲜的餐厅 那这间餐厅呢 其实就不是很贵的 那我在门口看的时候呢 它也是封顶价呢 都是15元 那其他的菜呢 都是说是5元 至10元左右而已 而我们刚才走进来的时候 都看到呢 这里都是很多海鲜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出去看看 看看有什么吃吧 这间餐厅走的 就不是什么很豪华的路线 里面的感觉是一个很平实 会类似那些鱼船流原海鲜上岸 就即刻即场买即场吃的鱼市祥礼 这里点餐的方式都很特别的 基本上你在场桌看中什么 就可以直接拿回位置吃 所以餐牌只有几款汤底 和几款潮式小食给你选 这里的收费就分了金木水火筒五种 最便宜的桃只是5元就有交产 而最贵的金也是15元的封顶价 就已经可以吃到这么大的生蠔 和三只贵妃旁 而在场桌上的鲍鱼 全部都是活生生 很新鲜 这里的海鲜 很多都是一被人拿完店员就立即会reveal 而第二排就是一些新鲜即切的牛肉 各式各样的丸类 饺子 蟹柳 和一些即食面 再下去就是有菜心 娃娃菜 冰菜 和皇帝菜 的蔬菜区 到最后就是一些冷盘小食 而这里的饮品款式都很齐 除了大陆的汽水 还有我最爱卖8元的椰汁 又有大罐装卖12元的啤酒 但如果你不想喝冰菜 在旁边也有室温的饮品给你选 这里的饮品很自由 就像街市 喜欢拿哪一碟就拿哪一碟 现在就慢慢拿了 不过很多人 这些带子15元也不小 试不试 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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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什么拿 这个没写 不要紧 都照拿 看它这么大 都可以 那我们就看看有什么战利品 一个篮里面 大概就可以装到15点 就当我这里全部都是封顶价15元的话 你眼见这么多食物都只是买你225元 就已经可以吃得很丰富 这里的调味料选择很多 墙上面也有教你如何去调味 当然 有心水的话就可以自由发挥 看看先 那我们当然要调一个普通的先 那就是醬油 醬油 对了 放一点点醬油 这个就是我平时打边炉 喜欢的配搭 好了 那接着就放一点点蒜蓉 蒜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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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壳 放下去 好 接着就少少香菜 香菜 香菜不需要 真的 耶 那少少芹菜 这个就是我的配搭 来的了 但是我呢 就不太吃辣的 你吃不吃辣的? 我不吃辣的 这个就不用了 这次我们就选了个五常大米汤底 这个只是用大米煮出来的汤底 里面就是没有米 在里面 就不用怕煮煮米会发出来 在等汤底沸起的时候 就先说如何来这里 今天吃饭的周记海鲜市集火锅 只是在国贸站的依出口 望过对面就会看到 在地铁站走过去 都只是两分钟左右的步行 当你看到封顶价15元的灯牌之后 就再向前走 再走多大约半分钟 就会来到餐厅的正门 其实我不是太喜欢火锅的时候 连河下的 那怎么起这一块新鲜鲍鱼呢 也有办法的 每个人呢 就一定有个河的 对不对 就是吃火锅 一定有河的 接着呢 就这样捞出来 那整块肉都起来了 那待会我们吃火锅的时候 就会卫生好多了 那这边的鲍鱼呢 我照这边的标准时间去鲜大概是三分钟左右 那出来的鲍鱼呢 说真的 肉质就真的很爽蛋 鲜不鲜 纯体画面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那至于那些虾就不用说了 是很新鲜 很有虾味的 其他就不需要太多复杂东西去形容它 因为大家去过街市都知道 新鲜的虾是什么味道 那吃完鲍鱼之后 我们就试这边的大生蠔 贵妃旁和其他贝类 在桌头都会有一个提示牌 建议你搓这些贝类的标准时间 但我就觉得 这个只是一个紧紧熟的时间 如果你自问腸胃不好的话 海鲜也是搓内稍稳稳一点 那麽大只蠔呢 都是搓它大概两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我都是跟指示去做 那它出来真的很汁 咬下去的时候 它真的有一股海水味 即是新鲜的蠔 它是不会有任何腥味的 那我觉得这个蠔是OK的 那话实话 贵妃旁也很有惊喜 它吃下去 真的很新鲜和很淡 但是 你问我里面有没有沙 我不敢说没有 六只里面 我拿了六只回来 六只里面 有一只是有少少沙 那这个贵妃旁 买你十五元 有三只 我觉得就真的很划算了 那至于其他的贝类 我觉得也是OK的 但是呢 扇贝的鲜甜味 就真的差一点点了 所以我最后 都是要点点一点点 来提升它的鲜味 那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 在这麽多贝类之中 美中不足了 那至于那些带子 我就不可以怪人了 因为刚才我一直在吹水 那可能就过了浓 那是硬了一点点的 不过我相信 就不跟这里的品质 那我觉得带子 都很鲜甜的 那就算你不点 豉油下去 正吃的话 都很OK的了 好了 那至于那些大虾呢 虽然它就不是那些 生眼到会窄窄跳的那些 那绿了三分钟之后呢 它吃的时候 肉质都很爽淡的 那虾味也是很足够的 那至于那些线片 和龙等肉呢 那我就不断的 就拿回来 那可能竹底本身的味道 也是比较淡一点 那些鱼肉出来 我就觉得 味道也是偏淡一点 但是呢 如果你点回 好像你平时蒸鱼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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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提升了不少 那整体上 这些龙等片和线片 都是新鲜的 那种 在这里的牛肉 都是即场现前 那我们就跟了建议 出十秒钟 到它紧熟 就立即拿回来 那这里的牛肉 就切得挺薄的 那些牛肉出来 牛肉味道也很足够 不过 最重要 就一定要点回沙茶酱 整个牛肉就完美了 那无论在门口 还是餐厅里面 都会看到潮州 汕头的字眼 那就是说 这次我们又有潮州的食物 那我们就叫了这碟 买29.8的果肉 18.2的普林豆腐 和买24.2的咸蛋卷 那又试一下它 可以调不调 这个果肉 就真的做得比较 的色了一点 小粒就有什么不好呢 小粒呢 里面的馅 那些馅 你吃得到马蹄 又吃不到里面的虾肉 那吃的时候 就感觉上 真的没那么过瘾了 这里是点这个 钛色汁的 就不是点刀油的 所以出来的味道 不可以说不好吃 但是你问我正不正宗 我觉得点刀油是正宗很多 这个普林炸豆腐做出来都可以的 它的外皮也挺脆的 里面的豆腐咬下去都很软 有吃到这个普林炸豆腐都知道了 点了这个韭菜盐水 它的味道真的会提升很多 但是这里的韭菜盐水 里面是一些葱 不是韭菜 我觉得跟正宗比 用这个汁点出来 就没有用韭菜点出来的霸气的味道 是会咸了一点 但是韭菜的味道就真的欠缝了 反而这个潮式咸蛋卷 就真的有点惊喜了 它表面那层是甜甜的糖 咬下去的时候 跟里面咸蛋的味道 咸甜之间 我觉得真的挺好吃的 整体上它吃下去 就好像我在潮州 吃到那只反沙咸蛋 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 什么叫反沙咸蛋 我现在卖定广告了 大概暑假的时候 就会出一条蝎羊的影片 到时大家就会知道 什么叫反沙咸蛋 今晚这餐就用了580元 以人均百多元算 就可以吃到这么多 这么新鲜的海铲 还可以吃到饱了那只鸡鸡 我觉得纯鸡的性价比 就真的没得输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到处 饮饮食食的游记影片 就记得给个like 和订阅我的频道 支持一下 拜拜